009集 大海捞鱼 1月19日下午2点多 严思轩从香港乘飞机抵达南京 刘兵坐着一辆进口奥迪轿车 在路口机场接严思轩 见面之后 刘兵就问 你钱带来了没有 严思轩说带来了 还打开包给他看了一眼 实际上严思轩只带来了 二十四万美元 因为他考虑另外一半 反正要作为保证金交给自己 也就没必要带这么多现金往返了 对此 刘兵也没有多问 两人一起坐车到玄武饭店 由严思轩出面登记开房 进了1014房间 坐定以后 刘兵说 今天晚上公司领导 要请你在这里吃饭 再敲定一些细节 就正式签合同 过了一会儿 刘兵又说 你先洗把脸 我下去到礼品部 给女朋友买个礼品 按你的房卡借我用一下 那儿凭房卡可以打八五折 后经办案刑警查证 实际上刘兵下楼后 马上到服务台 谎称两人用一张房卡不方便 让服务员复制了一张 拿到另一张房卡后 刘兵立即上楼 回到1014房 对严思轩说 听了半天 没有满意的礼品 下次再说吧 把房卡还给了严思轩 过了一会儿 刘兵看看手表 用手机打了个电话 然后对严思轩说 领导已经出发了 咱们下楼到餐厅吧 在餐厅定好座位以后 刘兵又拨打电话 煞有介事地说 你们到了 那我到门口去接你们 然后转身对严思轩说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把他们接过来 实际上 他走出餐厅 就快步成电梯上楼 拿那个复制的房卡 打开了1014房门 打开那个装有24万美元的包 将美元迅速放入 事先准备好的 另外一个包内 然后把自己触摸过的茶杯 烟缸丢进作便器内浸泡 随即背上包 逃之夭夭 那边严思轩在楼下餐厅 等了又等 见刘兵一去不回 心中起疑 赶快上楼回1014房 打开房间柜门一看 原先装钱的那个包 已经空空如也 遂立即拨打110报警 听到最后 我心里不禁想起了 说书人常说的两句话 熬鱼脱雀金钩去 白尾摇头不再来 这个刘兵 不就是这样的熬鱼吗 我正在出神 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大牢李耳尖 一下子嚷了起来 不好意思啊 各位领导 还没吃晚饭吧 我们都去餐厅吧 老张看看众人 说 大家都是顾不上吃晚饭 就赶过来的 也就不客气了 不过也别复杂 每人弄碗面条就行了 大牢李说 哎呀那怎么行啊 我们有这个条件 很快的 老张坚持道 你们是星级酒店 当然有这个条件 但是今天的日子不对 我们还要抓紧时间 研究工作 就听我的 一人一碗面条 不然 我就会吃对了 大牢李只好一言而去 不一会儿 就来请我们到餐厅用餐 面条没什么出奇的 但是上面青椒肉丝浇头 看上去翠绿可爱 香气扑鼻 吃得我额头上开始冒汗 老魏一边吃 一边还忘不了跟我嘟呢 中宝村的大火锅 便宜了星级队那帮小子 从餐厅回到会议室 老张对大伙说 肚子填饱了 现在大家说说 下一步怎么办 也不知是谁 说能不能让画像师 按照市主严思轩的描述 画个模拟像 我们登报发动市民提供线索 我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前些年为了破三二四案 在《养子晚报》上 刊登了嫌犯的模拟画像 让市民举报 结果耗费了大量精力 没有一个是有用的 现在还想搞这个 老张知道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也没接这个画茬 这时正好小顾递过来一个文件夹 说是支队值班室刚派人送来的 老张匆匆看过 又递给我 说 老朱啊 你看 这是市局指挥中心 传过来的李局长批示 我接过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此案数额巨大 性质恶劣 刑警支队要抓紧时间 全力破案 老张接着说 怎么办 你说说你的意见 我刚到支队工作 还是先听大家的吧 我推让了一下 唉 你别给我谦虚 你在支队就是负责 现行案件侦破的 你不说哪个说呀 老张过去当过我的领导 现在又是我们领导班子的班长 对我说话就比较随便 我只好开口 现在我们必须抓紧做的 还是那几班服务 一 马上跟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核实 到底有没有刘兵这个人 二 尽快找到那辆进口奥迪轿车 这是搭载过刘兵的交通工具 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 三 不输警力 搜集案发当天下午 全市范围内突然离开宾馆饭店 可疑人员的情况 四 在玄武饭店周边范围内查找 有没有出租车在案发后搭载过刘兵这样体貌特征的乘客 五 调看路口机场 机场高速公路出口处 及玄武饭店的监控录像带 看有无可疑情况 我根本不提画像的事 因为那个太不靠谱 根据事主的描述 刘兵说话带有东北口音 很可能是个外地人 只是到南京行骗作案 你画得再像 到什么范围去找 老张立即拍板 嗯 就这么办 老朱啊 这个案子就由你牵头抓 有什么需要协助的 随时说 就这样 这个案子就成了我到刑警支队后负责的第一个大案 我不得不倾注全力 各项工作连夜开展 第二天各路消息陆续传回专案指挥部 那辆进口奥迪轿车 很快就找到了 但是据司机讲 他是某单位的公车司机 昨天到路口机场送领导 有一个人给他二百块钱 让他回城时送自己和朋友到玄武饭店 根据他的描述 那两个人就是刘兵和严思轩 玄武饭店楼内没有摄像头 查看那个时段 面向进出口的两处监控录像 并没有拍到刘兵的面部 至于严思轩提到的那两家公司 即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和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侦察员查证 他们提供的情况是这样的 1月4日 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某 接到一个来自南京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子 叫刘兵 在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当经理 现在想进口一批质量好一点的复印机 经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原任总经理介绍 希望深圳公司能介绍一位香港商人代理进口 深圳公司的赵某知道电子工业部确实有一个姓刘的副部长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又是他们的上级单位 原任总经理的名字也对 而且对方没别的要求 只是请他们从中介绍一下 便没有多想 马上指示其下属的驻香港工作人员阮某代为寻找港商 每一两天 阮某就向刘兵介绍了香港松城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思轩 但是经过调查 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根本没有刘兵这个人 这些情况说明 这个名为刘兵的人 只是利用人们的某种心理 以假冒的副部长侄子身份 让正规的中资公司出面 介绍香港商人 而香港商人严思轩 见是素有业务往来的中资公司介绍来的生意 便放松了警惕 找了骗子的道 开头那几板斧砍是砍下去了 但是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刘兵这条鳌鱼依然踪迹全无 它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走的 我们还是毫无头绪 虽然我坚信 只要是人在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 但是这些痕迹在哪里 怎样才能把它找出来 零一零级 大海捞鱼 二 这几个问题没日没夜地缠着我 搞得我茶饭不思 但是每当我走进专案组办公室 望着专案民警忙碌的身影 我又充满了信心 有这么多刑警在行动 我们早晚能够找到刘兵这个骗子 那天我听说施主严思轩还在南京 就带刑警小顾又去了一趟玄武饭店 玄武饭店是一座带弧形的三面体建筑 底层的走廊弯弯曲曲像迷宫一样 也难怪刘兵得手后能够顺利逃脱 因为餐厅和大堂之间隔着重重回廊 刘兵不用担心被严思轩看见 坐电梯上楼到1014房间 敲门进去 只见严思轩正在收拾行李 见我们来了 他以为找到了刘兵的下落 等听我说明来意顿时面露失望之色 这是个相貌忠厚的中年人 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千里迢迢到南京来做生意 却上当受骗 拒款被窃 心里一定既着急又懊恼 就安慰到 严先生 除了这样的事 我们也感同身受 请你相信我们 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能侦破此案 替你追回孙世 严思轩只是出于礼貌 哦 应答了两声 他的表情告诉我 我的话他并不相信 敷衍了几句后 他直指行李 对我说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明天就回香港 严思轩家在香港 春节肯定要回家团聚 我们不可能一直让他在南京等候 况且这个案子 现在也没什么头绪 谁都没有把握能不能破 什么时候破 不过他毕竟是施主 既然还没走 我还是要尽可能 从他那里了解一些 有用的情况 就问 严先生 为了尽快破案 我们想了解一下 你在和刘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比较反常的情况 听我这么一问 严思轩想了一下 说道 19号上午 就是我到南京来的那天 我在香港上飞机前 刘斌好几次 拨打过我的手机 问我是不是正常起飞 钱款准备好了没有 听他的语气 很是关系 我手机上显示 他打的是坐鸡 可是见了面 我发现 他也有手机 想到以前跟他联系 他用的也都是坐鸡 现在看来 他是怕我知道 他的手机号码 严思轩讲得没错 刘斌就是怕案发后 警察通过他查到自己的手机 才特意使用坐鸡 不过那天 他用的那几个坐鸡电话 又是在哪里打的呢 我要过严思轩的手机 打开一看 那个时段刘斌打来的电话号码 果然还在 我马上掏出笔记本 把他们记了下来 之后 我一边翻看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一边问 这里面还有哪些电话 是刘斌打给你的 严思轩说 我和他联系 一般都是用坐鸡 手机上没有记录 即使刘斌打到我手机上 这么长时间 我也记不住 上次你们的警察 已经把1月6日以后 我和内地联系的电话号码 都抄去了 那些电话可以慢慢查 但是案发那天上午打的那几个电话 是刘斌与严思轩最后的电话联系 比较重要 说不定能从中找出刘斌的活动轨迹 从严思轩那里告辞出来 回到车里 我马上把刘斌使用过的电话号码发回支队 让负责联系电信部门的小苏去查 车子离开玄武饭店后不一会儿 小苏就来电话告诉我 刘斌在案发那天给在香港机场的严思轩打电话 用的是南京古都饭店402房间的坐机 我立刻让小顾的车折向古都饭店 到那里一查 发现这个房间的客人在案发当天就已经离开 前台登记的身份证上名字叫龙伟 根据服务员描述 龙伟的体貌特征跟严思轩所描述的刘斌一样 回支队再一查 发现这个龙伟的身份证是假的 专案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 决定立即在全市对所有宾馆饭店进行清查 第二天情况陆续汇总上来 这个使用名为龙伟甲身份证的人 从1997年11月18日到1998年1月19日 先后在南京住宿过五次 其中洪桥饭店一次 西华门饭店两次 古都饭店两次 他每次办理住宿登记时留下的字迹也被我们获取 此外 我们也了解到 在这五次抵离南京的时间段里 他从饭店客房拨打出去的电话号码 一共有114个 经逐一比对 这些电话涉及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湖北孝赶和香港地区 为了查证这些电话 刑警支队组织力量分别上北京 下广州 去上海 到天津赴深圳 奔校赶 结果查明 这些被叫号码大多是贸易单位和港商代理 这个自称刘兵的人拨打这些电话 目的就是想以骗到严思宣拒款的类似手法 欺骗盗窃其他人 有一次 办案民警在调查时听一个港商说 在最后快要见面的时候 他及时识破了对方的企图 立即中断了联系 还有一次 另一位港商告诉办案民警 他因为见面时未贷现金 对方立即借故离去 由此可以断定 1月19日那天 如果严思宣身上没贷巨额现金 刘兵在路口机场肯定也会撇下对方 溜之呼也 不会再有后来玄武饭店那一幕 通过逆向调查刘兵与严思宣等人联系的电话 发现刘兵除了用南京这三家宾馆的客房座机打过电话外 他还使用过别处的电话与行骗对象通话 经我们对这些号码逐一查证 发现这些可疑的号码 都是北京等地的公用电话或磁卡电话 经过好几个昼夜的不间断工作 专案指挥部分析认为 刘兵都是通过查电话号码 打电话给国内的大贸易单位 然后找中介人 找港商 因此发案后谁也说不清刘兵的身份 而其住宿使用的是假身份证 打电话均使用公用电话和宾馆客房电话 这是我到刑警支队后负责的第一起大案 对手十分狡猾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困境 我感到压力山大 但是这条狡猾的鳄鱼 却也激起了我与之斗一斗的雄心 在侦察员外出走访调查时 我就待在专案指挥部里 把各种材料摊在桌上 反复比对 苦苦思索 找寻案件的突破口 各方汇总的材料看了又看 我最后归纳出此人行骗盗窃必须的三个条件 电话 住宿和交通工具 对于电话和住宿 我们已掌握一些线索 但是他们的价值有限 无法引导我们就此破案 但是交通工具呢 这个刘兵打电话的地点分布比较广泛 忽而在北京 忽而在天津 他应当是流窜作案 而在两个月内 五次进出南京所利用的交通工具 最有可能的是飞机 如果乘坐飞机 就必须持本人身份证购票登机 机场对于乘客身份证的查验十分严格 刘兵出于安全考虑 应该不会使用假身份证购票登机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从他可能乘坐的航班中 找到他 但是他乘坐的具体航班 我们并不清楚 怎么办 再一想 我又有点兴奋 尽管我们不知道 刘兵乘坐的具体航班 但是通过走访 他所住过的旅馆工作人员 我们已经掌握了 他每次来南京登记住宿和离殿结账的日期 这是一个已知条件 能不能通过这个已知条件 推断出他可能乘坐的航班呢 应该是可能的 刘兵五次往返南京 共十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对这十个时间段中 抵离南京的航班乘客进行交叉比对 如果某个人重复出现在这些航班中 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那个自称刘兵的作案人 001级 掐分算秒一 那天早晨醒来 赵丽揽在床上 打开手机漫无目的的浏览 突然 一份警方通报映入眼帘 1992年3月24日 我是古楼区原南京医学院 发生一起残忍杀害在校女学生林某的案件 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案发后 公安机关迅速调集精干警力 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因破案条件不足 凶手没有明确 28年来 专案组牢记职责使命 坚持盯案不放 采取多种措施 切而不舍的持续攻坚 2020年2月23日 专案组侦查取得重大破案线索 于当日凌晨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某 一举破获此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南京市公安局 2020年2月24日 我擦了擦眼睛 生怕看错 又仔细看了一遍 没错 说的就是南京三二四案 我顿觉血脉奋章 心情激荡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28年前 1992年2月20日 我受公安部政治部派遣到南京市公安局挂职锻炼 被分配在鼓楼分局任副政委 3月24日傍晚 我冒着细雨从最南边的五台山派出所骑车回到分局 分局位于一条窄巷之中 刚到门口就见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老张 脸色冷峻 坐上刑警队停在分局大门左边的警车 亮起警灯一闪一闪的急驰而去 快半夜了 我正在收拾办公室桌上的文件 准备下楼睡觉 老张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走了进来 来到他的桌子前 一屁股坐下 端起茶缸 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大杯 接着 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盒清凉油 用手指沾了 使劲往太阳穴上磨 那时分局的办公条件较差 我和其他三位局长 副局长挤在一个办公室 挤也有挤的好处 一个月下来 我和老张他们已经很熟 便问他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回家休息啊 休息 我看这段时间啊 谁也别想休息了 见我有些讶异 他便简要地告诉我 今天出现场的情况 下午五点左右 分局刑警队接到了 辖区南京医学院保卫处的保安电话 说该校女生 林林 二十日晚自习后失踪 至今未归 刑警队立即派人去该校调查 最终在教学楼天井内的印井中 发现一具女尸 经辨认 正是林林 法医初步检验 被害人戏被 顿气 击打头部 并遭强奸后 盗案入教径中 窒息而死 说吧这些 他迟疑了一下 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说 这几天你能不能跟刑警队一起跑跑 既熟悉熟悉刑侦工作 也多个人手 我这边要经常跟市局五处碰情况 有些事啊 老弟你就代劳一下 三月初 老局长调往市局 新局长两天前才到任 就在这个当口 发生了这个案子 老张确实压力很大 我就是来锻炼的 这正是个好机会 于是立刻应允 第二天一早 老张把我带到刑警队 逐一做了介绍 队长朱建国正好要去南一现场 便拉我一起上了车 老朱出身警察世家 父亲退休前是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南京解放后的大药案 几乎都是在他指挥下破的 大概从小受家庭影响 老朱对刑侦工作 也是既痴迷又敏锐 破过不少案子 从那时起 我就和分局刑警队一起 参加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排查摸底工作 日复一日 我从老朱和他手下的那些刑警身上 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我原以为排查十天半个月 疑犯就会冒出来 没想到断断续续查了三个月 虽然先后排查出过好几个 但是最后都被一一否定 这一期间 我们每天都在南一附近的大街小巷转悠 也记不得自己走访了多少对象 由于不断跟当地人说话 我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不知不觉也变成了可以乱真的南京腔 据事后统计 全市民警共走访排查了一百零五万人 七月四日 南京市公安局在养子晚报发布疑犯的模拟画像 发动市民举报线索 大规模的排查就此结束 不知是因为劳累 还是因为生活没有规律 饮食不够卫生 九月中旬我因转安眉居高不下 在南京中复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 十一月二十日被布里派来的同事接了回去 我仍回到了北京 心里却时常想起三二四案 因为这是我入警以后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参与调查杀人案件 时间一年年过去 后来我每次到南京都会跟古楼分局当年一块摸爬滚打的刑警问起他 然而 只要一提三二四案 大家原本高高兴兴的神情立刻暗淡下来 这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如今 水滴石川 在一查又一查民警的努力下 终将凶手捉拿归案 二十八年的悬案一举告破 我怎能不激动 待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 我从手机里找出一个不常联系的号码 拨了过去 喂 是老朱吗 我因病回京后 朱建国曾让他妹妹来探望过我 后来听说他当了分局副局长 市局刑警支队长 之后又担任副区长 公安分局长 二零零四年 他还被公安部武局聘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 一直干到二零一四年 但遗憾的是 无论我到南京 亦或他到北京 我俩居然都参商相围 未能相见 耳边传来了接听的声音 是老朱 他的声音一点没变 还是那股浓浓的南京味 尽管多年未见 老朱也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 哦 老杨 你好啊 老杨 我们先说了一些彼此的近况 然后聊起了三二四案 当年 校尾队员在南医教学楼厕所 发现一个可疑之人 问他是哪儿的 对方脱口而出 对过的 老朱在一次案情分析会上 专门提到这个细节 认为应该重视这句话 他很有可能指的是 与南医一阶之隔的建业区那一片 如今 凶手正是在建业区的 石谷路家中被抓获的 我提起了这件往事 老朱却不愿多谈 只是说 当时也排查了 不知怎么就没查出来 电话周包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老朱发出邀约 老杨啊 抽空来南京吧 好好拒绝 咱们现在不是都退休了吗 是啊 过去大家都忙 现在都是闲人了 光是在电话里 你来我往的聊 我们都觉得不过瘾 从春天等到夏天 夏天一过 新冠肺炎疫情稍有缓解 我就启程去了南京 抵达南京的那天晚上 我行装否定 老朱就来宾馆看我 多年未见 他的身形相貌 居然一点没变 简单的寒暄之后 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 对我说 这次来南京的活动 我来安排 你想见哪个 我来召集 不过明天白天 先带你去转转 第二天 他带我参观游览了 牛首山 秦淮河 别看我曾在南京 待过大半年 这些地方我可都没去过 晚上 他又把好几个 我熟悉的老朋友 召集到风光 以拟的秦淮河畔 为我接风洗尘 当年的精干刑警 现在大多成了 两鬓斑白的老者 多年不见 大家有说不完的话 说来也巧 那天正好三二四案凶手 被法院判处死刑 回想起当年 我们为此案 所付出的辛苦 所承受的煎熬 大家不胜唏嘘 零一一集 大海捞鱼 三 我的这个思路 立即得到了老张和老曹 他们的认可 大家紧张的情绪 一下得到了释放 都认为案子有了突破口 破案就在眼前 专案组立即行动起来 通过书里列出了 这五次往返 共十个时间段 进出南京的乘客名单 一共有三百多个航班 三万多人次 为此 电脑技术人员 编制了比对程序 将他们逐一输入电脑 代替人工操作 想法虽然不错 现实却很无情 比对工作开始后 出现了一个 我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 航班机票登记名单 都是由汉语拼音组成 如李军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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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写成李军 这样 汉语拼音相同的乘客人数 远远大于汉字姓名 相同的乘客人数 在这些航班的乘客名单中 我们发现拼音字母 两次相同的人 有六千多个 三次相同的 有二千六百多个 而要查证这些人的身份 更是困难重重 那时买机票 都在各航空公司的售票点 这些售票点 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 要查一个人 首先要确认这张票 是从哪一个售票点卖出的 然后再到这个售票点 去调阅购票人留下的记录 才能查到他的真实身份 这三百多个航班 涉及全国各地 我们要动用多少力量 才能把作案人找出来 想起前几年 在侦破金陵饭店盗窃案的时候 范围划定后 我们只需在十八个饭店 保安里面筛查 而今天这个案子 刘冰这条熬鱼和玄武饭店 并没有瓜葛 要想把它从饭店之外的 无限范围里捞出来 堪比大海捞针 但是 面对着不大可能实现的任务 我不甘心就此放弃 春节一天天临近 南京城里的节日气氛 越来越浓 但我一点过年的心思都没有 脑子里只是想 怎么在这个大海里 划分出一些范围小一点的区域 便与我们打捞这条熬鱼 一月三十日 是大年初三 案发至今 已经整整十天过去了 一大早起床 我用冰冷的自来水洗了一把脸 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我匆匆吃了点过年剩下的残羹冷制 只身一人来到了古楼分局 对正在值班的老魏说 你把队里的侦察员 能来的都给我召集过来 今天我要把案子破掉 老魏似信非信地看着我 傻傻地问 真的啊 我让你去你就去 我胸有成竹地说 我敢说这个话 是因为我觉得自己 已经给这个浩瀚无边的大海 划出了一片区域 前段时间 我们试图在流冰五次 往返南京共十个时间段的 所有航班中排查出这个对象 范围确实太大 乘坐航班的对象太多 难以找出作案人 但是如果能确定其中两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时间段 抵达南京的航班 把六千多个人缩小到几百人 这个排查比对的范围不就小得多了吗 老魏和值班刑警立即分头打电话找人 对方一听老领导今天要带他们破案 能来的都来了 刑警们到齐后 我对他们说 案子没破 大家也没有心思过年 但是今天 我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听我这么一说 大家各个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我很理解他们 当刑警的 就怕没有目标 有了目标 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 接着 我详细摆出了我的理由 在前一阶段的电话查证材料当中 我发现 这个刘兵曾于1997年12月2日上午 10时27分到11时的19分 在南京路口机场 用公用电话 连续三次打电话到香港 找一名中介人 结合刘兵在南京的住宿情况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 它应该是在这天上午 10点27分之前 乘飞机抵达南京的 对不对 众人点点头 我继续说 我查了一下 在这个时间段内 南京路口机场 共有三个进港航班 如果把这一个点 作为已知条件 那么 它就像在地图上 确定了一个精度 我们只要通过类似的办法 找到刘兵另一次 抵达南京的时间 就相当于确定了纬度 把精度和纬度放在一起 他们的重合之处 就应该能够找到 这个自称刘兵的人 对不对 众人又都点点头 我又说 在前一段的调查中 我们已经掌握了 他每次来南京登记住宿 和离店结账的日期 但是查下来以后 发现范围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饭店 对客人入住时间的登记 不是很精确 往往只计个日子 没有具体的时间 要查 就得去查那天 整整一天的航班 那怎么缩小呢 先把它离店的 这五天放一边 这就减去了一半 再把它五次来南京 登记住宿的时间 减去1997年12月2日 这一天 就只剩下四天 如果我们把这四次 来南京的日期 进一步定位 在具体的时间段上 比如上午几点 下午几点 这样范围 不是又缩小了吗 大家频频点头 老魏冒出一句 是的 那怎么弄呢 我看着老魏说 你别急 我告诉你们 转而向众人 你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分头到 虹桥 西华门 和古都 这三家饭店 去了解这个叫 龙尾的人 来南京 这四次登记 住宿的准确时间 上午还是下午 大概几点 我们只要找出 哪怕一次准确的时间 就可以拿这个时间段 飞抵南京的航班 和12月2日 上午的那三个 进港航班 进行比对 找到这个家伙 刑警们都兴奋起来 凑在一起 商量了一下 分别前往 这次我暂时 没让他们 查刘兵 离殿的时间 因为从到达 酒店的时间 反过来推算 飞抵南京的航班 相对比较容易 离殿之后 什么时候 飞离南京 就很难说了 一个上午过去了 刑警队里那间办公室 静悄悄的 过去它属于我 现在属于老魏 我一杯接着一杯 老魏给我泡的那杯浓茶 已经喝得像白开水 老魏还要给我重泡一杯 我摆了摆手 站起了身子 今天是大年初三 正是春节探亲 访友最热闹的日子 刚才老婆来电话说 家里来了亲戚 催我回家吃午饭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是程翔 他在电话那头 兴奋地说 领导 我在虹桥饭店 找到一个了 我也一下子兴奋起来 说 你待在原地等我 我们马上过去 等我和老魏 赶到虹桥饭店 刑警支队 也接到我的通知 来了几个刑警 大家找了一间屋子 迫不及待地 听程翔汇报情况 程翔拿出一张纸 向我们说 这是龙尾在 十一月十八号 入住虹桥饭店的 住宿登记单 上面没有具体时间 但在背面 有出租车送来 这几个字 我问饭店 这是什么意思 饭店经理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他们有个规定 出租车 每拉一个客人 就付给他们一百元 所以就在背面 标注了一下 我再问 那这个出租车司机 是哪个 他又找来了一张 住房确认单 就是这张 程翔又拿出一张纸 这上面有 出租车车牌号 和司机姓名 我急切地问 结果怎么样 程翔说 我已经找到了 这名司机 据他回忆 是11月18日 11点多 在民航班车 从机场到市区的 终点站 拉上那个人的 那人大包小包 操外地口音 应当是 刚从民航班车上 下来的 司机为了多挣车费 故意在市区里 绕了一大圈 11点55分 才把他拉到 红桥饭店 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012集 大海捞鱼 4 由此看来 11月18日 11点之前 应该就是流冰乘飞机 来南京 另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 把这个时间段 到达南京的航班 和12月2日 上午抵宁的航班 做比对 不就可以从中 找到我们 想要找的人了吗 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一拍桌子 说 丞相 你立功了 这时已经过 中午12点了 老魏要请大家 在这里吃饭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马上回支队 比对航班名单 哪还有闲工夫 在外面四平八稳的吃饭 我瞪了老魏一眼 也不管大家 怎么想的 直接就说 这几天过年 天天大鱼大肉 不如都到支队食堂 让师傅下点面条 早点吃完 早点干活 怎么样 大家纷纷说好 回到支队 我把老魏和程翔 带到食堂去用餐 支队的小顾他们 则立即到电脑室 调取航班乘客名单 进行比对 食堂的沈师傅 手脚麻利 一边烧开水 下面条 一边切肉丝青椒丝 起油锅翻炒 不一会儿 几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连同一大碗焦头 就端到了我们面前 我刚端起碗 手机铃声响了 放下碗打开一看 是老婆打来的 坏了 家里还有客人 老婆肯定是来催我的 我只好说软话 现在工作上有重大突破 大家都在这里忙呢 中午回不去了 你就替我跟客人 打个招呼吧 老婆也是干公安的 应该能明白 我说的重大突破 指什么 呼噜呼噜 老魏一边吸吮着面条 一边口齿不清地说 上次玄武饭店 吃的就是面条 今天到支队食堂 还是面条 而且焦头也是一样 领导 你是不是把玄武饭店的师傅 请到这里来了 老魏倒也不是瞎猜 上次在玄武饭店 吃过青椒肉丝焦头面后 味道让我难忘 这些日子 为了办这个案子 吃住在支队 经常让食堂沈师傅 做这个焦头面 我们这边面条还没吃完 小顾就喜滋滋地 跑来告诉我 支队长 结果出来了 11月18日 和12月2日这两天的 上午10点01分 从沈阳非抵南京的 航班乘客名单里 有一个姓名拼写 一模一样的汉语拼音 于小松 我三口两口 把面条吃完 一边往电脑室走 一边问小顾 这个于小松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那个自称刘兵 或者龙尾的人呢 小顾说 这两张机票 是沈阳飞南京的 他上面的汉字姓名 和身份信息 只能在沈阳的售票点 才能查到 如果要查这个 于小松的身份信息 最好 是查从南京 飞外地的航班 因为只有从南京 起飞的航班 才可能在南京售票 好 我们暂时先不管 刚才查到的 这两个 飞底南京的航班 现在 马上把这个叫 刘兵 或者龙尾的作案人 离开南京的 五个时间段航班 调出来 把这个于小松 放到里面 去进行比对 哪个航班中 有这个于小松 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 去查这张 在南京出售的 机票上面的身份信息 对不对 我一边说 一边在电脑室的 电脑前坐下 小顾一边听 一边点头 随后就按 我说的在电脑上操作 以前我们在电脑上比对 只是在找相同的姓名 而我们自己手里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现在则不同了 我们有了于小松 这三个汉语拼音 把它输入电脑 很快就有了发现 第一个蹦出来的 是这个于小松 于1997年 11月26日 飞往北京 看到电脑屏幕上的 这行字 小顾二话不说 立即抄起 电脑边上的电话 向航空公司查询 这张机票 是从哪里卖出的 这时老魏吃完饭 抹着嘴 也来到了电脑室 见大家平生静气地 盯着小顾手里的电话 也站在一旁倾听 终于 对方在电话里说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这张11月26号 从南京飞往北京的机票 是在路口机场 售票处售出的 现场顿时一片欢腾 老魏马上 学没到我的身边 主动请应 领导 我和程翔 不能白吃支队的饭 让我们去路口机场查吧 哈哈 老魏立功心切啊 我笑了笑 说 也好 你们快去快回 老魏他们走后 我让小顾他们几个分头 在电脑上操作 把于小松 其他几次乘飞机 抵离南京的时间 和刘兵 龙尾 五次往返南京 登记住宿和离殿的时间 逐一进行比对 最后发现 两者的时间完全吻合 于小松 你这条熬鱼终于浮现了 突然 我想起小顾他们 现在还饿着肚子 马上说 快 快到食堂吃饭 吃完饭抽空回家一趟 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行动 这是我的一条经验 一旦作案人身份查明 侦察员很可能 马上就要出发 前去抓捕 正想给老婆打个电话 问问家里的亲戚走没走 手机却先响了 是老魏打来的 他在那头兴奋地说 领导 我们查到了 这个于小松 汉字是于小松三个词 于 干高于 大小的小 松树的松 他的身份证号是 我一边让支队的值班刑警 去查他的身份信息 一边把这个重大情况 向支队长老张汇报 等到老张文讯赶到支队 我们已经查明 这个于小松系辽宁省复新市人 三十岁 户籍地址是复新市海州区中复路号 老魏他们也从路口机场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于小松 购机票时留下的字迹 经文检技术人员 把他与那个龙伟办理住宿登记时 锁留字迹进行鉴定 两者完全一致 至此 先后化名刘斌 龙伟真实姓名为于小松的 119特大盗窃案的作案人 这条骗到香港商人 严思轩二十四万美元的熬鱼 终于被牢牢锁定 并且很快就要被我们捕捞进网 在接到老张关于案情 有了重大突破的报告后 市局理局长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太好了 师父医师 你们再辛苦一下 马上派人去辽宁 把人抓回来 放下电话 老张对我说 老周啊 这些天你茶饭不思 您也没过好 找人的事我来办吧 辽宁那边我熟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当天晚上 老张亲自带队 带上小顾和另外几名刑警 从支队直接去了路口机场 第三天晚上 轮到我值班 半夜时分 我听见汽车进院的马达轰鸣声 从办公室探头往外一看 只见几台汽车鱼贯而入 车灯把刑警支队的院子照得亮如白昼 肯定是老张他们回来了 我赶紧披一下楼 正看见老张一行 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 压着一个脑袋上戴着黑色头套的家伙 不用问 这应该就是那条熬鱼于小松了 老张一边吩咐小顾把于小松带到审讯室 一边朝我走来 我迎上前问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从案发到把人抓回来 前后不过十二三天 老张因此显得十分高兴 笑呵呵地说 今天我们赶到机场 当晚已经没有飞沈阳的航班了 只好先飞到大连 然后又从大连飞沈阳 昨天上午顶着大雪 从沈阳赶往复兴 辽宁同行真不错啊 要车给车 要人给人 昨天晚上就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 找到了他家 我盲问 要不要组织连夜图审 老张笑着说 嘿嘿嘿 老初啊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我在路上 已经跟老薛打了电话 让他连夜审讯 他负责这一块 我们不能抢他饭碗呢